来到咱们天津卫视啊 参加这个笑里相迎 心情太高兴了 特别的激动 为什么呢 尤其今天这一期这个主题太好了 什么主题呢 搭档 是不是 那跟我们三个人是完全没关系 没关系你说什么进行 咱们就多余来 我们仨人呢 打小一块长起来 发小 这是实话 跟台上这几位老师似的 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一个学校的 这就可以这么说吧 青梅竹马的关系 你先等会儿吧 你这别拍了就 丢人不丢人呀 怎么呢 当着老师呢 用词不当 这青梅竹马呀 是一男一女 咱仨男孩不能叫青梅竹马 错了是不是 当然错了 您露怯了 我们是这个青梅青梅青梅的关系 行了 别说了 仨青梅酸不酸呀 那没词啊 要词穷咱就不提了 打小一块长大就完了 我们在台上不是搭档 但我们小时候在学校啊 我们仨是搭档 可以这么说 我们是这个学校里边这个课代表 当然了我们不是说 因为这个学习好当的课代表 你哪门啊 不好 为了激励你 让你当哪门的课代表 不好让你往好了学 这事都记着呢 是是 拿我来说吧 你怎么样 数学课代表 但是数学这成绩差 差一点 侯震鹏 我怎么样 就这身材 老师为了激励他 是 体育课代表 小时候我就瘦弱呀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持永之 思想品德 思想品德 可代表 对 是 现在来说的人性不好 谁人性不好 作风问题 小时候有那个问题吗 没有 谁思想品德不好啊 今天来呢 参加这个节目 我给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李丁 球英俊 完了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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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啊 这卖袜子来了 好消息好消息的 怎么 哪 这叫好消息吗 人家主持节目挺好 什么叫人完了 来不了了 不是刚主持完 怎么叫来不了 什么意思 打明起 嗯嗯 您再往后看 哦 没有他们了 我那这节目谁主持啊 换人了 换谁了 你看 他们都知道了 啊 听说了吧 您说 这节目换你主持 换我了 那也不对呀 怎么呢 人两个人主持节目 怎么换你一个人主持啊 不 这我没说完呢 人家节目组啊 让我主持这个节目 而且呢 还给了我很大的权利 什么呀 可以带一个人一块去 我说那您想好没 是不是 带谁呀 嗯 带谁跟你一块主持啊 对 咱俩吧 哦 我跟你主持 多像李丁啊 我 我长得像李丁 是不是 猴丁 猴丁 林童话 猴丁 你先别给我乱起名啊 我觉得 哎 他说我长得像李丁 你长得不像李丁啊 那谁像啊 我像啊 哎 你长得得你像李丁 我多像李丁啊 我 好 就为了上这节目 自个长什么样都无所谓了 你你管不着我长什么样 你等会儿呢 我跟人聊 我跟人聊 哥 哥 哎 哥 我刚才你说什么我都听见了 是吗 你刚才你说什么意思 带着他主持 多余 多余 带他干嘛呀 他这个形象首先来说不行 他长得跟鸡娃娃似的 你说这干什么呀 你 他形象站您旁边都搅和您 他搅 我站您旁边 我这形象 我 我 我多可爱呀 哎 我找搭档啊 对于这个形象方面 怎么样 我可是有底线的 哥 我就是接近您那个底线 我 我这合适 怎么 我不搅和您 我聪明 跟我一块主持这节目 对对对 不是 那我要好比说我在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啊 我主持的时候 我有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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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不清啊 思路不对 您放心 我都给您圆回来 是吗 咱有经验的 哎 我要说这个 糖是咸的 啊 那我就说我媳妇前两天吃糖啊 给吼死了 我要说醋是辣的 那我就说我媳妇吃饺子 蘸醋给呛死了 我要说这个 我媳妇死了 你怎么就那么不爱要你媳妇呢 这个 哥 我跟您要能主持节目 我要那晚上干嘛呀我 真豁得出去啊 您放心 咱赶紧 清合同 您带我去 我以后就配合您 不是 你先等会儿 我跟你聊半天 我跟头盲 我们再聊聊 咱公平 公平竞争 是是确实是 你说你主持这节目 是啊 这不对啊 你想想啊 你要主持第一期就应该让你主持 主持这么多期才轮到你啊 电视台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人家找的就是我 那你怎么没主持啊 为什么没去了啊 哎呦喂 我这出了点事情 怎么了 我是 富商了 受商了 瘦了 Coco 哪 这个作为演员啊 每天那个东跑西电太忙 尤其咱这个贵族 您就说您这脚就完了 他老走道 老走道后来就是 不知道大伙知道不知道 脚上有这么一毛病 甲钩岩 就是脚脊 就这个脂脚 肉里头长 是 别说这细节了 您得了甲钩岩了 怎么样 疼 疼你瞧着去 对呀 后来一打就说 修脚 把这个肉成了 您就去修脚了 修脚可是修脚啊 您猜怎么着 修脚 给我这后背烫了一溜大撩炮 修脚 给后背烫着了 这不胡说吗 修脚给后背烫了 胡说知道吗 这现在这还有点疼呢 干嘛呀 怎么跟主持人说话呢 他胡说听不出来吗 修脚去了 修脚怎么啦 挨着你什么事呢 你听我说呀 怎么着呢 你说 结果给这后背烫了 你等一会儿 你等一会儿 哥 就是修脚 给后背烫了 对呀 这事是您说的 我说的 没有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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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啊 有 那您得给解释解释 怎么修脚给后背烫了 各位你想想啊 吃大米饭没有不掉饭米粒 哦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 嗯嗯 修脚没有不烫后背的 行 这还在什么劲儿 都跟你憋成什么样了 不知道就算了 咱就告诉他胡说 不是 你不能说胡说 我跟你说 他有道理 有道理你说 有道理有道理 他是这么着 哎呀我的妈呀 他是他是这么着啊 呃他那天呢 他去他去修脚 啊是是 修脚 他修脚 他到那以后一坐呢 人家这个来了一个师傅 给他修脚 嗯嗯 这个师傅坏了 怎么了 师傅今儿是第一天上班 啊啊啊 手有点稠 给这脚直的我 拉一小口 可流血了 没问流不流血 问怎么烫了后背了 你听我说完呢 还流血不要紧 这老板赶紧过来了 哎 又先生对不起 今天我们这第一天上班 您别生气 是 这么着 呃今天呢 我不要钱 没问不要钱 问怎么烫了后背了 你听我说完呢 啊 不但是不要钱 而且呢 我还赠送您一项目 哦 我赠您什么项目 哎 我赠您一把火罐 这火罐没拔好 给后背 烫出一流泡来 哎呀 哎呀 再给你一航 憋都猝死了一会 因为这点事 我说 我说 你止语不止语啊 这会明白了吧 他说这是这意思吗 持英俊 这么会儿 持英俊 我用英俊 我用英俊 不错 你先耽误你 不错 咱赶紧签合同去 不着急 夜畅梦多 你这怎么夜畅梦多 咱赶紧自己来 我再跟他聊会儿 你别跟他聊了 我再跟他聊会儿 你唱会儿 聊天你注意点 咱们我跟你说 公平竞争 我爱跟他聊 你说的话确实 没有这样的 不是 我琢磨着 咱俩打小一块长 同班同学 确实是同班 这个默契度 我说什么你应该能理解 确实 应该能了解点 打小了很默契 他喜欢什么 我喜欢什么 这我们都了解 每次都清楚 拿我来说吧 我就喜欢这个宠物 那天出门上这个宠市长去了 买只狗 养狗 买只狗 我家伙这狗啊漂亮 活不乱跳啊 是是 我喜欢这热闹 那天从外边回来 一进屋门 怎么了 这狗不动魂了 病了 啪窝不起来了 你赶紧瞧瞧啊 你说这玩意儿 花好些钱买了一得病 这怎么弄啊 你看个怎么回事 我也喜欢这个 等我走了窝前面一瞅啊 我明白了 怎么了 没得毛病 那怎么回事这是 这狗跟这窝里趴着啊 趴了半天 我一扒了 我这狗 下一蛋 嘿 你说黑 行别黑了你啊 你知道吗 狗 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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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说你自个儿也有呢 哎呀 好 您别再抽过去知道吗 有 有 有 狗 狗吓得你狗 哎呀我 狗 狗怎么吓得狗 狗的 不 他就这么回事 你说吧 他那个过去啊 你看在这农村呢 刚出生小孩都给起一小名 这为了好养活 对了 对了对了 他们家也有小孩 是 就给那小孩也起小名 叫什么呀 给小名叫什么呢 叫 叫 叫狗蛋 叫狗蛋 狗蛋 狗蛋 哎 你听懂啊 叫狗蛋 狗蛋 不是说狗下蛋 叫音叫莲了 狗蛋 狗蛋 叫狗蛋 叫孩子呢 叫孩子狗蛋 你听错了 我问问啊 这回你问一下 你们家下了一孩子 不是 不是下孩子 你们家生了一孩子是吧 叫狗蛋 是这意思吗 狗 下蛋 跟孩子没关系什么 你们家孩子叫狗蛋呢 狗下蛋 说话 我跟你说啊 连话都出来了 狗下了一蛋 没有狗蛋的事 他对啊 对你说呀 他对啊 你听我讲 我跟你说狗下蛋 这个问题啊 很正式 怎么叫正式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 都在研究 研究什么呀 是先有的狗 还是先有的蛋 那叫先有的鸡 还先有的蛋 他 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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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许 许 许鸡下蛋 不许 许鸡下蛋 不许 许鸡下蛋 许鸡下蛋 就许狗下蛋 凭什么呀 他那个鸡 为什么能下蛋呢 他有这么个原因啊 他这人好养宠物 那天到那宠物市场一看呢 正巧了 那儿那么有卖鸡的 买鸡 我养过这么多虫子 没养过鸡 把这鸡买回家去 买回家以后呢 想半天 说给这一小鸡 起个什么名字呢 叫什么名字 起个什么名字 正巧了 这鸡这时候正打名呢 狗狗狗 狗狗狗 就给这鸡起名 叫狗狗 给鸡起名 这鸡的名字叫狗狗 对喽 哎呀 怎么就那么困 第二天呢 这个鸡下了一个蛋 你听明白了啊 不是说这个狗下蛋 是叫狗狗这鸡下了个蛋 哎呀 这回明白了吧 怎么样这个 哪天啊 哪天上我们家去 上家干嘛呀 我爱聊天啊 是是 我知道 我带他一块上你们家聊天 可以可以 马上到了端粽子节了 什么端粽子节 要么粽子节 要么端午节就完了 端午节就是吃粽子 是是是 那天人上我们家 送我一粽子 吃不了啊 吃不了 那天上我们家 那粽子有什么吃不了的 哎呦 你真人给我送这粽子 干嘛呀 得跟这屋似的 跟这屋这么大 粽子 跟这屋这么大 这玩意怎么吃啊 好家 怎么吃 拿嘴咬啊 从哪儿下嘴啊 你知这粽子里头啊 各种各样的馅儿 现在有新的 还出这个肉馅儿 有这个红豆沙的 有有有 红豆的 你吃这什么馅儿 我吃这硬馅儿 什么叫硬馅儿 硬馅儿 就是这馅儿硬 滚 咔吃一口 你猜怎么着 不知道 打里头跑了出一匹马来 粽子里头包这匹马 汗血包马 漂亮 这马好家 颠了 你说什么我都信心的 幸亏我嘴快啊 要不那一口 踢着我了 太好玩了 好嘞 我问问大家 有点意思 我跟你说啊 他呀 他那粽子里啊 有匹马知道吗 胡说八道 哎哎哎 胡说八道 听不听 过来 我这粽子里边 包皮马 你 你不知道 没有这事 咬这差点没踢着我 怎么不踢死你呢 这话可我说的 谁说的也没这事 那你这节目 这节目我不录了 你爱找谁录找谁录去 这什么人呢 一天晚上瞎聊天 真是的 我这咋了 正合适啊 正合适啊 压根都没想带他去 哦 这么着啊 这节目啊 猴丁 干嘛呀 你来 哎我也不录